普丁在6月21号接见军销毕业生的时候 告诉大家 萨尔玛特进入了战斗之情 而且一半以上的战略导弹部队都要配备 这句谈话很不寻常意味着什么 但在此同时也很有意思 在瓦格纳兵变的同一个时间点 华尔街日报告诉大家 美国国务院立刻向美国所有驻外使馆 发出明确的指示什么呢 要求他们就俄罗斯当前的行事 保持沉默 保持沉默 为什么呢 美国不是应该嗨起来吗 不是应该很高兴吗 为什么这个关键的时刻要保持沉默 然后另一头我们看到 这个大陆外交部也发布了讯息 秦刚在北京见了俄罗斯的副外长 见了俄罗斯副外长 就中俄关系还有共同关系的国际 地区交换意见 但是你看到同一天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有定调了 关于瓦格纳叛变事情讲 这是俄罗斯的内政 所以中方的支持俄罗斯 维护国家稳定 实现这个发展等等之类的 你怎么看待这一连串的操作 外交的啦 军事的啦 还有你看到这个背靠背的好兄弟 中国的一个反应 我先大概先了解一下俄罗斯这个国家 它的国防战略整个构想是什么 它国防战略构想就是它有用核武来做 这个保护自己威吓的力量 它认为在这种通常之下 它拥有六千多枚的核子武器来讲的话 它在地面上面常规部队它可以缩边 所以俄罗斯战争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的部队 我们都经常听到它只有 只有营级的战斗力 大概它那部队它认为说 俄国来讲认为说 我现在只要地面部队 或者是常规的部队 我只要能够应付像 车程的内战 或叙利亚战争 像这种小型地面上面的冲突 我反恐就够了 我不需要去养那么大的部队 所以它认为它有核武 但现在很明显 其实它这个萨尔玛特 其实另外有个名声叫 就是撒旦 就是地狱的魔鬼 另外它除了这个空中 这个萨尔玛特这个飞战 可以做核子攻击之外 它水里面还有波赛东的 不要忘了它还有波赛东的 核子的这个鱼雷 对美国也是很大估计 它在水里面跑一两年 随时可以对美国的本土港口 实施攻击 所以俄国的观念 它认为说我只要有核子武器 我就不怕你来欺负我 那现在来讲的话 如果说把普丁逼到墙角 他变成说零跟一之间做选择 对 他说我就 我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 就如果说我的常规部队 我没办法获胜来讲的话 那我实际上零没有办法 我就一 所以这个萨尔玛特 不是对乌克兰的吧 没有 它第一个 其实它核子武器有很多种 对不对 就刚刚介大使所讲的 最重要的是它有战术性的核武 那现在各国为什么都赶快静下来 不敢讲话 因为怕把普丁逼急了 都说他真的动核武了 所以大家赶快 不管是美国说 就是不管我的事 因为这个指令确实是很不寻常 通明所有外观 他怕普丁都被认为把迁入于他 是不是因为瓦格纳本来就是拿钱办事的军队 其实前天发生的时候我就在那边讲一句 我说这种部队没有中心思想 谁给他钱他就是谁干事 那第一个被怀疑的就是美国 是不是美国拿钱给他所有他 这个来做叛变这种行为这种动作 所以美国这时候赶快晋升 不关我的事 跟我一点责任都没有 我看到俄罗斯方面有个讯息 没有经过证实 说这个普里格金 他女儿向俄罗斯政府要一块地 但是俄罗斯政府没有给他 所以恼羞成怒 我觉得不是啦 应该不会啦 普里格金 对不对 他那个 听说从他家里面收出来上亿的现金 对对对 他承认了 他不差这个钱 不过他说是给军队的 对 但是只能说 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普里格金 没有政治sense 他没有读过中国历史 我先打断一下 我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您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跟您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关键的理由 民进党关中天还不满意 还想管制网络 前置言论 消灭所有反对的意见 民进党关得了中天 关不了明星 台湾绝对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请您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跟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 就多一分力量 好 我让韩兵来补充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普兵 普丁遭到兵变 真的是震撼全世界 他自己应该也吓一道大跳 不过几十个小时之后 迅速米平 然后米平之后 很快 五月六月二十五号 同一天 普丁签署了一个新的法令 大陆网友都说 你日本小心了 就是空出手来收拾你日本 反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纪念日 即二战结束纪念日 本来这就是俄罗斯的军人荣誉日 就这么简单 先改名字这么长 反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胜利纪念日 你怎么看 日本闻到了什么 日本马上抗议 说这样会造成两国对立 两国现在不在对立 你们本来就在对立 你忘记这件事了吗 这没什么好抗议 你日本当初真的就是军国主义 你就是去侵略亚洲各国 这有什么好讲呢 日本忘记这件事了吗 其实日本如果不服气的话 你也可以弄一个日俄战争纪念日 你打赢俄罗斯 你也弄一个 反正要对立 大家来对立 我觉得 这个节骨眼为什么 其实很简单 他知道 日本现在就是抱着美国的大腿 日本跟他短期内是不可能会好 那我也不用对你客气 我直接就来 那对俄罗斯来讲 他们现在最重要的 不是说跟 像跟日本这种国家交恶 还是对他来讲是自为末节 他现在普丁要的是团结 俄罗斯所有人民的士气 他现在要走民主主义路线 这样才能够集中权力 然后打赢这场乌俄战争 对他来讲 这是当务之急 所以弄一些这种能够让大家凝聚 四季让他想起跟这些国家的仇恨的事情 对他来讲是有好处 尤其在俄乌这个战争之后 我们看到日本的态度是非常的这个凄美 非常不友善 对俄罗斯来说 其实照理来说 日本跟韩国 虽然你因为有美国的问题 所以你必须要配合做一些动作 但你可以不用做这么积极 他们做得非常的积极 积极到断了自己的路 本来在乌俄战争之前 俄罗斯跟日本已经好到 都已经快要把北方四島还一半给他了 结果因为你现在动作这么大 他现在不但不还给你 而且人家直接就在那边开发 他直接就在北方四島开发 就是意思我永远不要还给你 所以就是这样子 我也不懂日本为什么这么积极的去配合美国 那当然也许他有他的苦衷 可是问题是 现在当然西方很多国家在看衰俄罗斯 觉得说 那个普里格金搞了这一招 至少会让他前线的士气崩坏 会让他整个内部大乱 可能搞不好 接下来一而再再而三的 这些叛变都会出现 可是我一直很纳闷 我必须跟大家承认 我在别台也是这样讲 其实到现在我搞不懂这一处 我完全看不出来 因为第一个 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 百分之九一九都会从西方媒体出来 那这些媒体给我们的消息 其实本身很问浪 而且毫无道理 比如说刚刚秀芳你讲的那一个 他女儿要一块地不爽 然后他就叛变了 你相信这么淋谱的事情吗 光在他家就搜 光在那个普里格金 他们那个瓦格纳尔总部 就搜出14亿多的现金 要不然你觉得为什么呢 真的是美国收买吗 我也不太相信是美国收买 我觉得以目前假设某一些讯息 是可以相信的话 他看起来比较像是普里格金 在跟那个邵逸谷在争宠 看起来比较像是在争宠 用不到搞到兵变吧 这都已经快要打进莫斯科了 因为其实你看普里格金 已经讲了不止一次 对 他就说邵逸谷苛扣我的军饷 苛扣我的弹药 然后放我们在那边打 然后等到我快要打下巴哈姆特神 没有来抢弓了 他已经讲了非常多次了 所以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不知道 但是也有可能他被他自己的部下挟制了 也就是他的部下很多群情激愤了 他不得不去做一些表态 不然他自己可能马上面临生命危险 然后现在传出来新的消息是什么 这家伙不见了 因为本来说他应该是要被收到 白俄啊 我那时候听到这个消息我就觉得很奇怪 假设你真的是 就是这个政变你不完了嘛 不完了你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怎么会选白俄呢 是啊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觉得他惨了 他应该没有然后了 对啊 因为白俄就是俄罗斯斯里方 你在那边不是找死吗 所以现在他不见了 结果现在人消失了 然后现在网路上消息一大堆 说什么 现在还是要去追溯一些在 这个兵变期间造成的破坏啊 人员的损失啊 要去追究这些责任 那消息很乱 到底真的假的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的消息来源 真的是太单一了 没有其他的消息来源 所以我必须请大家 可能我们也都不要太早下结论 到底是什么 因为也有很多人在讲说 根本就是普里格金跟普丁在玩一出戏 有人是这样说我不知道 但是我看起来不太像 所以现在消息真真假假假假 我真的 我跟大家坦白讲 我真的看不懂在玩什么 因为没有人正变这样玩的 正变这样玩是玩死自己而已 没有人这样搞 还有一个消息说是 土耳其总统扣了普里格金的家属 所以才促使普里格金只好投降 普里格金要叛变之前 没有想过他的家属 他没有把这些东西安置好 他就叛变 他不是早死吗 所以 而且普里格金是全世界最了解普丁的人 那他会去做这样的决定 应该是有什么 让他不得不去做的一个理由 可是到目前为止 我看不出来这个理由